近日 在广州海鸥岛飞行基地 飞行汽车旅航者XR正在进行研发阶段的常规测试 随着螺旋桨的转动 飞行汽车垂直升起 巡航 这款飞行汽车采用碳纤维结构的封闭式座舱 可搭载两人 乘客可以通过一键启动 一键返航 一键降落等操作实现飞行 据介绍 飞行汽车旅航者XR由广州一家科技企业研发 早前获得阿联酋迪拜颁发的特许飞行许可 并于近日完成海外首飞 企业相关负责人赵德利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飞行汽车是汽车实现电动化与智能化之后的必然发展趋势 我们通过这次在迪拜的首飞 就是能够让全球更多的人知道中国的制造和科技创新 同时我们希望这次的飞行能够吸引全球优秀的人才加入我们 赵德利介绍 旅航者XR飞行汽车采用纯电动飞行模式 适用于未来城市的低空飞行 可满足城市内短途出行需求 同时还可为野外救援 医疗运输等场景服务 在赵德利看来 目前中国处在飞行汽车技术层面的第一梯队 技术上面主要我们还是突破了三电嘛 就是我们的电机 电机控制器 还有我们的电池的突破 包含了我们的飞控 我们的飞控也能够在空中自由切换 就是一个飞控当机之后 它可以立马两毫秒之内切换到另外一个飞控 这就是我们储备的飞控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的材料和轻量化的能力 整个XR看上去它一个很流行型的一个设计 相当于量超跑 但是它的重量才600多公斤 近年来 智能飞行汽车正在成为热点 空中交通的前景吸引众多海内外车企 科技巨头在此领域展开探索 但是目前大部分飞行汽车机型尚处于飞行测试阶段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张阳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飞行汽车要走向实用化 还需突破多个技术瓶颈 技术上的瓶颈问题就面临三个瓶颈问题 第一是载核和航程 对吧 第二个是作为一个民用航空器 特别是要作为运输的航空器 那么是飞行汽车嘛 它会面临四航安全性 再一个就是面向将来它 因为如果我们在空中飞 用低空的扩杂性向条件 这种紧急事故的处理 这个方面的一些 就是无人驾驶的评定问题 当然现在我们也还面临的 比如说就是实际上 因为它做一种新型的行为 刚才讲的 就是它现在就是它的规则 怎么管 怎么监控 对吧 这些问题 2022年1月印发的 交通领域科技创新中长期 发展规划纲要指出 将部署飞行汽车研发 突破飞行器与汽车融合 飞行与地面行驶自由切换等技术 前景呢 我们的里面讲也交流 大概就是说 我把飞行汽车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可能在2025年左右 这个阶段 可能我们的载物的飞行汽车 也就是1.0可能会开始规模化的应用 然后呢到2035年这个阶段呢 我们把它叫2.0阶段 这个阶段可能我们的载人的 就只是空中飞行的可能会开始商业化应用 在2050年我们很可能就是这种 就是说飞行汽车3.0 可能我们如果从空中来讲 它会空中和地内会融合 也就是说这种路空两气的 可能会成为一种 可能比较主打化的一个 就是工具 就像一个大动化的应用 可能就这么一个